你只要换到这界就一定要忏悔 否则就是藏道 这件事情已经很不容易了 实际就不容易 那你要休息禅定成就波磊波罗蜜 那更不容易了 所以这个四难攻见 这个功德它是次第的 一分的功德 一分的因力 一分的功德 两分的因力 两分的功德 智力法门就是这样 那么如果我今天是选择佛力的接引 我今天是仰仗弥陀本宴的色授 佛力的加持来超三界 那四亿功德 四亿就是说 因为它本身不用带烦恼 不用断烦恼 待悦往生 它的重点在于 保持临终的正念 临终的时候 心不贪恋 意不颠倒 正念分明 那么调伏烦恼 这就容易多了 那么在功德上是 横掏三界 严正三不退 那这个功德是顿掏的 所以这两个地方有不同 那么这一下 欧益大师做引证 先引这个主事的开示 再引经典做说明 看主事的开示 严主引功高义进 念佛为先 就是慧远大师说 慧远大师那是不可思议 他老人家是一个法神菩萨 他还通达教理 那个慧远大师说 在所有的佛法的大圣法门当中 我们选择一个功高 成就高的 那当然是要成佛的 不能只是人天二成果报 功高 第二个意境 下手最容易 下手意成就高的 那在一切法门当中 就是一定佛 是最为书神 这是慧远大师的说法 再看经典 末世一人修行 汉一成道 那怎么办呢 唯一念佛可得独特 这末法时代的修行 还有一个障碍 就是你很难成就禅定 这个中科报大师 他在菩提道次第 广论说 他那个时候是明朝初年 还是一个向法时代 中大师说 在那个时候 连成就未到地定都很少 不要说出产 你成就胜到 起码是未到地定 起码 就是你修我空法空的智慧 因为他要断货正真 他不是在散乱心的阶段 他是在禅定中断货正真 这个文师的散乱心 是不能断货正真 只是末法时代的环境的音源 你很难成就禅定 在明朝初年就很难 所以说 在这种情况之下 要卸脱生死 唯一念佛可得读脱 你只有一个 比较简单的选择 就是仰仗弥陀本业的色受 卸脱三界的生死 这个是引这个祖师 跟经典来做说明 这一下讲出一个批语 如沉船渡海不劳功力 就是这个佛力的法门 就是渡这个生死海 你还不必靠自己游泳过去 游泳过去 你的体力也不支 生死的波浪也特别大 一下子就把我们淹没了 那么我们怎么办 做个船 依此弥陀大宴船 在船当中 就能够超越这个波浪的障碍 到达这个涅槃的彼岸 不劳功力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好处 那么这个是把智力跟佛力 做的一个比较了 第三个节欠 福能笃信西方洁净 自成花艳 一心念佛 求往生者 争大丈夫 这个地方呢 我一大师讲出 这个往生的三种资料 这往生的第一个 笃信西方洁净 相信进度法门 是出离三界的一个洁净 第二个自成花艳 这个艳应该是包括了艳尼索婆 也包括信求极乐 两个方向的艳 第三个呢 一心念佛 专心的指使名号 那么以这样的三种资料的功德呢 干什么 你不是要做大国王 求往生者 是三种资料 求生西方 这件事情呢 是一个大丈夫 大智慧 大福报的一个抉择 那么反过来呢 躺信不真 厌不切 行不立 佛随大实为舟 如众生不肯登舟 何在 这个地方少一个舟子 表示我们的信心不真实 厌力也不深切 修行也是倒妄想 悠悠泛泛 那么佛陀虽然是大慈悲 把船准备好了 但是我们不肯去登船 那是佛也没办法 就是这个事情 看这个意思啊 这个佛力的法门 还是有智力的成分 就是你还得要登船才算 就是这个船准备好了 你要登船 弥陀的大悲严厉是成就的 在法界成就 圣信诸佛皆充满 迷陀的大悲严厉 昼三十 夜三十 观照一切友情众生 但是你还得要想办法 跟他感应到脚 就是你要准备 信愿行三治疗 这个是我们自己 要准备治疗的 是这个意思 我们在成佛之道 你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 你愿意在有落的世界 深深适适的转世 在这个地方 发菩提心 忏悔业障积极治疗 直到成佛为止 这个人也是精神可嘉 我以这个有落的果报体 不能念 要他念 烦恼不能断 要他断 抗拒你的烦恼 让业障 暴障 那一天 一生一生的增上 直到成佛为止 这也是一个选择 佛陀也同意 有这样的修行方法 发菩提心 修六波罗蜜 激功雷德 成就佛道 第二个 就是你这个思维 在有落的世界里面 深深适适转世 这当中有一个 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这个退转的问题 就是发了菩提心以后 在这个有落的果报体 这个深深世界 烦恼障碍你 你看那个摄利佛尊者 摄利佛尊者 曾经修了六十节的 发菩提心 花了六十节 六十节也是不少的时间 后来遇到恶因言 起了深深 退大举行 烦恼障碍你 第二个 你要找到罪业 这个罪业也会障碍你 发菩提心 这个罪业是扰动性的 跟菩提心是相违背的 第三个 暴障 你在三件里面得果报 你万一没有得到人生 到畜生道去 这件事情也障碍你 障碍你发菩提心 障碍你倡悔业障 基地知良 你三件事情 再出生道 都不能做 这个时间是空过了 完全空过了 这个就是有问题 退转 你今生如此 你不能说你下辈子还是如此 因为生命是没有主宰性 一切法无我 生命体里面是一种业力的显现 谁也不能对生命做任何的取许 谁也不行 所以说 为菩提道求生净土 我们思维在一个吃凉味的菩萨 只观力薄弱的情况之下 我们好不容易在污泥当中 无量无边的雾明妄想当中 开了一个小莲花 一个菩提心 我们为了扶持菩提心的缘故 先到净土去 那个身心世界比没有障碍 等到成就大乘镇定剧啊 法生以后 你再回到这个凡夫这种 有落的身心世界的国土当中啊 再来激功雷德 他的方法是这样子的 先成就圣道 然后再激功雷德 他这个办法是这样子的 先到净土去 成就不退转的功德 然后到回入娑婆 那是一个法生菩萨 这个时候呢 以法生菩萨的这个身份 助持正法 叙佛费 以圣人的身份来助持正法 不要以凡夫的身份来助持正法 那这是比较庄严的 那也不同 这个是 我们在成佛师道当中呢 你有两个选择 好 我们看丙二的别名 那么前面讲到 我们如果选择 要先到净土去 成就圣道 你要记住 信愿以行三支两 那这个是个总标 这一下把三支两的差别内容啊 我们做一个别次 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信心 对这个净土的功德 申请信心 这个信呢 应该包括 以实德人 生人要育 心境为信 就是以念的清净心啊 对于实德人 能够生人要育 那么我们配合这个 欧益大师的六信呢 先讲这个净土的实 就是净土的存在信 先看信事信理 那么净土的存在呢 欧益大师要我们建立两个信心 第一个 从原体的四项 我们相信 从事西方过十万一佛土 有世界名义极乐 企图有佛 奥秘多 今现在说话 的确是有极乐世界的存在 它不是表法的 第二个 在理论上 在实相理上呢 我们也相信 十万一佛土 不离开我现前 一念信心之外 以我信心本无外顾 这个信事是容易理解 在四项上 有极乐世界的存在 在理性上 相信极乐世界 存在我们的心中 这存在我们的心中 我们过去也讲过了 比如我们念阿弥陀佛 我们感到每一次的弥陀在我们 弥陀跟我们的感应的力量不一样 同样一尊弥陀 但是当我们对弥陀有信心的时候 我们感到这个弥陀最后的加持力大 当我们信心薄弱的时候 弥陀对我们的加持力小 可见的弥陀是在我们的心中的 随数我们的心的因缘而变换 所以极乐世界是存在我们心中 如果说我们心中已经不相信净土了 这个净土对你来说是不存在的 你已经没有净土了 所以说呢 在世上我们相信净土在十万一土坏 但是在理上我们相信净土 他在我们的心中 这个距离不是障碍 只有我们能够跟弥陀相应 那这个十万一佛土 一刹挪间离五浊 七生背情到临死 这个不是距离的问题 这是相应不相应的问题 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净土的实 它的存在性呢 建立了理事无碍的信心 第一个 第二个德 净土的功德 申请信心 那么这功德 也包括因地的功德 包括果地的功德 这个因地的功德 就是信愿念佛 主要是对名号的功德要有信心 明以遭德 德不可是义 故名号不可是义 故是散称为佛种 只是登不退 我们相信 阿弥陀的名号 他总持阿弥陀所有的功德 他就是弥陀的化身 在因地上是这样的信心 那么在果地上呢 我们相信啊 净土诸善俱会 皆从念佛三昧得胜 就是这个净土的这种无量无边的菩萨 大菩萨 不是说博士却往生 十方的那些法身菩萨 也往生净土 他们怎么往生的呢 他们不是靠六波罗蜜往生的 皆从念佛三昧得胜 还是靠意念 意佛念佛的应验而得胜 就是因果的相随顺 因果同时 就是意佛念佛为因 成就四种净土为果 因地的功德不可是义 果地的功德也不可是义 这个是德 德的信心 第三个 信志跟信他 那么这个 这个是就能 你这个往生的能力 你怎么能够往生 我们知道净土的存在 我们也知道 极乐世界有不可思议的功德 但是你怎么知道 你有这个能力呢 这个能力 我们也要建立信心 一个自立信心 一个他立信心 那么在自立的角度 相信自信本具 相信极乐世界的所有功德 正报的功德 依报的功德 是我内心本具的 脱笔名号 嫌我自信 这个是我们对自己的 正念明了的心性 有这样的德能 生起信心 或者说信他 这个他是诸佛的教诲 在弥陀要解讲 这个他有三种的他 他力 第一个 释迦如来 捷舞狂语 释迦牟尼佛的话是真实 第二个 弥陀世尊 捷舞序愿 阿弥陀佛的愿力是真实的 六方诸佛 出广长蛇 捷舞二眼 六方诸佛的赞叹 净土的殊胜 这件事情是捷舞二眼 随顺诸佛真实教诲 节制求神 更无一利 世民信他 这个他力的信心 其实主要是相信 弥陀的本宴功德力 相信弥陀的本宴 绝对能够射受火 那你为什么能够往生呢 弥陀的射受了言故 随火往生 这个性质跟信他 在我们净土当中 的确是有很明显的差别 就是有一种信心人 他在练佛的时候的一个思考 是说 信我是业力凡夫 决定不能葬 智力断后 真正了生托 我这一念明了的心性 什么功德都没有 那么就是烦恼 让业战暴障的境界 无量无边的烦恼 罪业 这一念明了的心 射死无量无边的烦恼 射死无量无边的罪业 怎么办呢 信阿弥陀佛 有大事业 决定能够救把我 好 我对弥陀名号通生好道 就是这样的一个思考 那么这种人 是决定的可以往生的 这叫信心人 以他力为诉求 我自己是一点都没办法 那么你为什么能够往生呢 因为弥陀 完全是弥陀的射受 完全 那么在净土法门当中 也有这样的 弘扬这个法门的宗派存在 那么 那么 在净土当中呢 也有一类的 法门 就是属于这个 信制的法 就是法行人 法行人 他就不像那个前面那么感性了 他也能够读诵大圣经典 解地一地 他能够把这个 这个佛法的法语啊 来观照我们现前一念心性 说是我虽业障深重 是弥陀我心内的众生 阿弥陀我虽万德庄严 是我心内之佛 自然心 既然心性不恶 自然感应道交 所以我这念打妄想的心啊 跟弥陀那个亲近的 万德庄严的心啊 从本性上来说是 无差无别的 是没有差别的 好 那么这样子呢 从自信的功德力当中呢 肯定了自己有 成就极乐世界 正报义报功德的德能 那么但是这个人 他还是恋佛 但是他恋佛呢 是的心情是 脱笔名号 嫌我自信 就是我的自信功德力 是往生的轻音眼 这个名号 他是真上眼 这也不一样啊 脱笔名号 嫌我自信 他是站在 亲近心的角度 何其自信本质亲近 何其自信本质记住的 一个角度来练佛的 不是站在一个 我是业障凡夫 决定不能站自立动后 了算托使 站在一种业障深重的角度来练佛 那一个思考又不一样 这种人他会偏重在自立 法心人 这种人 当然他往生了以后 的评会会高一点 因为他通达出法思想 他知道心力不可思议 但是他也知道法力不可思议 治他不恶 所以这就是两个差别了 在信心上 看出这个众生的总性有差别 往生净土以后 这两个所成就的功德也会有差别 在整个成佛之道的阴眼 这两个也会有差别 但是这两个都可以往生净了世界 不管你偏重智力 不管偏重他力 都可以往生净土 那么这个是讲六种信心 我们今天先到这个地方 大家有没有问题 有关这个六性 学生要问的是前面的部 前面有讲到说 就是说有荣得乃大 有忍乃有记 那后来主任又说 就是一中靠中 大家好像喜马连鼠一样 互相磨 这两个是感觉上好像是 有一点冲突 一个是说我们要容忍同辈之间 另外一个是说 好像是说 就是彼此磨 然后互相 其实这两个是 是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们刚开始 对于人事的容忍是有限的 刚开始 我们刚开始来到生团 只是一念的善根 其实这个善根是信心的善根 而不是直观的善根 也不是智慧的善根 其实我们刚开始对于 调伏环导的力量是很薄弱的 那么我们是过去的对善宝的信心 来到生团 或者是在家 或者是出家 那么大家在一起休学 有意无意之间就把自己的习气表达出来 这个时候 彼此间就有一些问题存在 这个东西它不一定是故意的 它不一定是故意的 但是它就很自然表达出来 它就很自然讲这句话 它讲那句话 那这个就是有障碍的 人跟人之间的真实就有障碍 那么这个时候 就是你在修包容的时候 你要知道这个世间是多元化的 我们虽然不同意你的看法 但是你有讲话的权利 这个民主时代就是这样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 但是我承认你有讲话的权利 就是一个和和的生团 比如说我们讲 佛陀说 我刚开始也在想 佛陀要求我们一个主法和和的生团 六和和 深口意的和和 其实这个和和怎么说呢 和和不是大家都一样 那大家都一样 那就不是因缘所生法了 每一个人过去的环境成长 因缘都不同 那怎么会和和呢 这个和和的因素来自于互相的包容 不是要求大家的统一 知道吗 就是我包容你 你包容我 大家定一个大方向的原则 这个原则是最低标准 你这个原则 违换的不共住了 但是在这个大方向原则之下 容许 真有差异 所以 生团的相续 这个人跟人之间的相续 人跟人之间的和和 不是要求所有人的思想的统一 是来自于包容 我包容你的差别 你也包容我的差别 所以依重靠重 才能够培养包容的个性出来 否则的话 你走你的路 我走我的路 你找一些毛缝 我找一些毛缝 就是这样子的 那佛法就帅了 佛法饿不饿 那一身红传 佛陀跟无量无边的正法 是靠生团的维持 而生团的维持 维续 就是要靠一种 深重的一种包容力 身战身佛法心 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如何 这个和和怎么说 如法那当然没话讲 大家遵守一定的制度 一定的借力来运作 这个和和绝对不是要求 大家的统一 大家的一致 是容许有些差别因缘存在 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个依重靠重 一个从生团历练出来的深重 他的忍力比一个柱毛捧的强 这个是事实 当然柱毛捧 他真正用功能 他的心力强 亨利强 但是他不一定能够跟人家协调 不同不一定 他以后的红华阴眼 偏重在个人的花卉 他很难成就一个团队的工作 很难 所以他的力量有限 这时候一些有缘的建筑 就是这样子 他这个人往生了以后 人在法在 人去法王 但是你一个生团 宿主于制度 能够使劲生团 永续的经营下去 那真正能够给在家去 去申起一个信心 哎呀 这个生团还在 他是到他所皈依的三宝境界存在 这个世间上多几个 毛捧对佛法的注释 贡献有限的 即使他所言的三宝境界是生团 但是一个生团的兴衰 会严重的动荡到佛法的兴衰 一个生团 那也不同 那么 当然 根本上来说 这些我空观 但是 人跟人之间的相处之道 待人处事 这些假观你还得要学习 否则你很容易去触脑众生 待人处事 就像偶尔大师说的 我们如何的来 自立 怎么去容忍 怎么去取有 怎么去立身 这都是有一些方法的 就有一些 内心的差别状态 这都是要学习 好 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 林峰中论斗读 作为法师 作为同学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脚意 第七十三面 秉二 别明 那么 在我们大乘佛教的传承当中 我们要出离三界的生死 有两个主要的法门 第一个法门叫做自立的法门 那么自立的法门就是说 我们一念的烦躁脑洞的这一念 凡夫的心事 强迫他去 欣喜 戒定会 那么慢慢的 使这个戒定会的功德力 消灭我们无始的烦恼跟罪障 那么 卸托三界的生死 那么这种叫做自立法门 这个自立法门 偶尔大师说呢 是四难攻见 这个阴地的心习界定会啊 是很多的障碍 烦恼障 业障 暴障 那么他国地的功德 他是有次地的 一分的界定会 成就一分的卸托 两分的界定会 成就两分的卸托 他是次地的成就 那么第二种法门 叫做佛力的法门 这个佛力的法门 就是说呢 我们在 内心当中呢 到了宁命中的时候 在一个极尽明了的状态当中呢 把我们的信愿行三之良 把它给献出来 跟弥陀的大悲心 感应道教 往生到阿弥陀佛国去 那么这样子的境界叫做 急重身心 投五大绝海 我们一定烦躁脑洞的心啊 去受用弥陀的功德海 那么这样子叫做 示意功奔 因为他是一生能够承办的 所以叫做佛力法门 而且他是一个顿操的 直接去受用弥陀的大功德 那么我们这一科呢 是讲这个净土门 就是佛力加倍的法门 这当中所要积极的三种资料 这个前面的是一个总标 这一个是别名 别名当中分三科 先讲定义的信 那么这个信 净土的信有六个信 信字信他 信因信果 信事信礼 这个我们上堂课讲过了 现在我们看论文 请合掌 念佛功夫 只贵真实信心 第一要信 我是未成之佛 弥陀是已成之佛 其体无二 次信说佛 敌是苦 安养敌可归 次然心愿 次信现前一举一动 皆可回向西方 若不回向 虽上品善 亦不往生 若知回向 虽物作恶行 速断相续心 其因众忏悔 忏悔之力 亦能往生 况持戒修福 种种圣业 其不足庄严净土 只为信力不深 圣业轮于有漏 又欲舍此别伤 物之物矣 但家真信 一切行旅 更不须改也 好 我们看这个论文 那么现在第一段的是一个总标 念佛功夫 只贵真实信心 那么我们在义佛念佛的时候 在刚开始的一个基础 要紧是建立一个真实的信心 这个真实就是 坚固不可破坏 遇到任何逆境的刺激 你对弥陀的信心 对往生的信心 是不可以动摇的 叫真实 那么这个真实的信心 偶尔达斯把它分成三个信心 看第一个 第一要信 我是未成之佛 弥陀是以成之佛 其体无恶 那么 我们刚开始 是以凡夫来修行佛法 不是以圣人的身份来修行佛法 那么以凡夫的修行佛法 我们开始在观照我们一念的心思 我们会发觉 我们内心当中 的确有很多的烦恼 很多的垃圾在障碍我们 那么我们以一个 凡照脑洞的心思 去应验广大功德的 这个弥陀的名号 我们刚开始会有自卑感 弥陀是万德庄严 我是业障凡夫 我怎么敢说是 急重身心 头大绝海 我们刚开始对这句话 很难承担 但是我们也愿意念阿弥陀佛 好歹 让内心能够静下来 但是我们在佛法当中 不断的听闻大圣佛法 解第一地 突然间有一天 一念的光明出现 我们能够理解到 何其自信 本质清净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一念的妄想是无自信 妄想无信 就是没有错 我们内心有无量无边的烦恼跟罪业 但是他都是如梦如幻的 都是自信恐 这个时候 我们以这样的一种 亲近的本性的基础点 来意念妮陀 我们再去体验荧光大师那句话 何其 急重身心 头大绝海 我们内心当中 起大欢喜心 我们能够承担这句话的内涵 所以我们刚开始的一个关键点 就是自知 我是未成之佛 弥陀是以成之佛 其体无恶 大圣其心论是说 这样的一种本性上的根本 大圣其心 信佛 信佛 信圣 外言的加持力 三宝力 这个信根本 这个信根本要花一万大解 其实这句话要修一万大解 相信我是未成之佛 弥陀是以成之佛 其体无恶 你相信 你正念导妄想的心 繁重脑道的心 弥陀的这个万德庄严的心 从本性上来观察 是无次别的 就是把这两个 这两个心啊 我们把这个因言所生法 这些 这些染尽的因果都消灭掉 把它回归到眼点来观察的时候呢 是其体无恶的 这是第一个信心 这个是讲心力不可思议 赐信说佛 敌是苦 安养敌可亏 赐然心愿 那么 这个是讲佛的功德力 我们要相信 说佛世界是一种业力所感的 有种业力所感是苦恼的 极乐世界是迷途的本应功德所成就的 是一个皈依处 自然的 心求极乐 艳离所佛 我们一般在佛法上修学有一段时间 要艳离所佛 我觉得是不难 其实小称的学者也可以做到 就是我们观察我们的身受心法是不尽苦 无场无我 我们会对三界的流转 感到厌恶 会找一个极尽的归一处 但是对于弥陀广大的功德的禁忌 要升起耗耀性 这件事不容易 这件事是不容易的 因为呢 这个艳离所佛啊 这是观这个不尽苦 无常无我 它是可思意尽 我们现前能够感觉到 这个臭边囊是不尽苦 无常无我 容易感觉 但是极乐世界的功德啊 那是不可思议 我们可以体会一下 比如说啊 一个有肉的众生 他只是在人世间花几十年的时间 休息五戒十善 就能够得到一个诸天的 那个不老不病 不老不病的果报体 特别庄严的果报体 神通知在身相妙 那么阿弥陀佛以他的法身的菩萨为出发点 经过成点节的机功累得 所创造的一生恶报 那是不可思议的 成点节 所以这华恩经说啊 这佛的功德啊 以豪端献保王岔 作为成礼 转大法文 第一句话呢 是赞叹佛的功德的这种庄严 以豪端献保王岔 他那个法门的庄严啊 这个宝物的庄严 互含互舍 那么这种宝物的庄严 有什么好处呢 作为成礼 转大法文 每一个 佛的功德的 摄身相慰处的五成境界 他能够流露出无量无边的法门 使令 这个见闻觉知的人 能够念佛 念法 念神 他有这个法的力量 所以第二个呢 我们要相信呢 佛的功德力是不可思议的 极乐世界是我们真实的归族 第三个 赤信 现前一举一动 皆可回向西方 若不回向 所以上品善 亦不往生 若自回向 所以物作恶行 束缎相续心 其因众忏悔 忏悔之力 亦能往生 况持戒修复 种种圣悦 起不足庄严净土 那么这个是 第三个是深信这个法力 就是我们所意念的 弥陀的名号 就是我们在念佛的时候 我们相信啊 仰仗 这个弥陀万德活明的加持啊 所以我们能够自成的回向啊 虽然我们物作恶行 我们在 没有学习佛法之前啊 也曾经造了罪业 但是我们呢 束缎相续心 其因众忏悔 这个也很重要啊 这个净土法门 带业往生啊 它是带业种子 不能带现行 就是说你本身 对于这种过失的行为 那种相续心 一定要断除 假设我们内心当中 还有想要造罪罪业 的相续心啊 那是不能感应到焦 就是你过去 曾经造了罪业 但是你内心当中 已经没有这样的心情 这才可以 一定是断向续心 那么这种畅悔势力 一人往生 那么 何况是我们的这种 持绝修复 种种殊胜的业力 岂不足以庄严净土在 这个 大业往生啊 在这个 谭卵大师的往生顿著啊 他有做一个说明 他说啊 他说啊 谭卵大师说啊 为什么造的五逆十二 都能够以临终的十念佛号 去消灭这个罪障 往生到清净的国土呢 其实五逆十二是一个很大的罪啊 连阿弥陀佛才实身 那么薄弱 这怎么回事呢 谭卵大师说啊 这个关键点就是啊 他说我们念佛啊 这是一种真实的功德 这是真实的功德 称性的功德 那我们过去造的罪业啊 是一直妄想 这是一个妄想的境界 说这个妄想是抵不过真实 举一个例子啊 是光明能够破除黑暗 这意思就是说呢 虽然我们过去造的五逆十二 但是当时所依止的心 是依止虚妄的心 虚妄的 密之了不可的那个虚妄心 那么这个弥陀的名号啊 是弥陀的那个真实的功德 所以真实能够破除虚妄 这个是我们第三个要信心 建立对弥陀名号的真实信心 虽然我们过去 曾经造的罪业 但是我们真实的忏悔 我们现在一心一意的归弥弥陀 我们相信自己一定能够 仰仗弥陀的名号的加持 决定能够往生 第三个 就是这个相信这个心力不可思议 佛力不可思议 法力不可思议 这中间的三段 看结谦 只为信力不生 圣业轮衣有肉 幼翼舌子别伤 物之物之 但价正信 一切心理更不须改业 那么我们这个净土法门 这个信心的障碍有两个 第一个是信力不生 就是有些人 他也是专心的念佛 他也是 对弥陀名号 能够专一的意念 但是呢 他信心不够 他不敢肯定他自己有佛心 他也不敢保证 弥陀一定能够救把他 所以呢 使命这样的一种圣业 本来念佛 每一句佛号都不可思议 人念的心不可思议 所念的佛是不可思议 念念之间都不可思议 那么这样的一种圣业 因为你信心不够 变成了人天可乐 有多的果报 这很可惜 这第一个障碍 信力不生 第二种呢 幼翼舌子别伤 他虽然念佛 三心两意 这个阿弥陀佛恐怕是不够 在兼念地藏王菩萨 念观世音菩萨 今日张三明日理事 结果呢 就耽误了 就把这个时间给空过 所以说 阿弥陀佛的结界呢 淡加真信 一切行礼 更不需改言 就是 我们在进土当中 最主要要先建立一个真实的信心 其他的 你的行门 你拜八十八佛 此大悲咒 那些都不需要去更动 就加强这个信心 这个根本最重要 这个信心呢 从大方向 我们可以分成两类 第一个就是自立的信心 就是前面说的 这是 我是未成之佛 弥陀是以成之佛 其体无别 这是一个自立的信心 第二个是他力的信心 你相信 弥陀一定能够救拔你 虽然我过去造的罪业 但是弥陀的名化是真实的功德 过去的罪业是希望的境界 真实能够破除希望 就是仰仰弥陀的加倍 我们决定能够往生 这个 当然这个人也是各式各样 在我们经历中的传承 也是两大派系 有一类的派系是强调自立法 以自立为主 以他力为辅 你像天台中的 智尔大师 悠西大师的观金 庙中超 他的念佛就是以自立为主 脱笔名号 弦我自信 就是我内心当中 一念的心信 本质清静 本质记住 弥陀是存在我的心中 但是呢 我还是假脱笔名号 弦我自信 以自立为主 他力为辅助 有一种是这样的说法 那圣导大师呢 他比较偏重在他力信心 说 哎呀 我是业障深中凡夫 我决定不能仗智力断货 断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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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没关系 阿弥陀有大艳力 决定能够救宝我 我对弥陀名号 通声号导 就是说 我自己可是一无是处 不要说本质记住 什么都没有 但是我完全相信 弥陀能够救宝我 这也是一个方法 强调他力信心 阿弥陀佛 就等会逐渐 货 拿